下一个是简单可是常常会考的一个东西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质量守恒就是质量保持定值前面质量等于后面质量 因为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的总质量等于生成物的总质量 这个称为质量守恒定律 因为到了推文原子说告诉我们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输入没有发生改变 前面五个A 后面五个A 前面三个B 后面三个B 反正都一样多 一样的东西 所以当然就会一样重 所以质量当然就会相同 叫做质量守恒 很简单 反应前两百克 反应后两百克 但是要注意 如果你要质量守恒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质量都算进去 它才会质量守恒 如果你有漏掉的 少算的 没看到的 那它就不会守恒了 所以考试屏幕有些就是 你会漏掉 你会看不见 少掉 所以它就没有守恒 通常要在 条件是要在定温之下 然后要定温啊 密闭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重点要是要密闭 密闭 密闭环境中才会符合质量守恒 那密闭的意思是 东西不会进出 你的东西不会跑出去 也不会跑进来 这样子就叫做密闭 不见得一定要封口酸的死死的 等一下就会看到 等一下就会看到 OK 那么 下个开放的系统 我们上课 举过这个例子 加方糖 我们的质量会变少 因为它有水蒸汽会跑掉 你没有算到跑掉水蒸汽 所以质量会变少 我们说加热钢丝溶质量会增加 因为它会变成氧化碟 氧会跑进来 你没有算到那跑进来的氧 所以它的质量会增加 所以这叫做不守恒 不守恒 你的质量就不会前面等于后面 因为你有少蒜 你有漏蒜 这是开放系统 OK 但是如果你把它改在密闭的系统 你在密闭的管子里面去加热钢丝溶 我们在密闭的管子里面去加热方糖 那它就会质量守恒 因为就没有跑进去跑出来的问题 所以它就会质量守恒 这个是要封口的 这个是要封口的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封口 这个我们的锥形瓶 里面加碳酸钣跟氯化钣 倒在一起会产生碳酸钣沉淀 还有氯化钣水溶液 这个碳酸钣沉淀也在瓶子里 水溶液还是在瓶子里 它都不会跑掉 所以这个做实验不封口 它还是会质量守恒 所以我们说要在密闭的条件下 才会质量守恒 密闭的意思是东西不会进出 不见得一定要封口 你要看看它里面 会不会有东西跑出去或跑进来 如果没有 那么反应前就会等于反应后 那如果有 会跑出去跑进来 那就会不守恒 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 质量守恒定律就是这样子